这个男人马上要被执行死刑 他抬头一看 这一行举也太吓人了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了呀 看着前面的犯人从刀子上滚下来 山姆当场被吓懵 想到待会儿自己摇精力一遍 瞬间吓得双腿发软 但他实在不想死 为了活命 他打算拿出十万两黄金贿赂将军 将军说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我缺你那点黄金 于是吩咐士兵马上送山姆上路 吓得山姆手脚乱抓 接着就被架到了大刀上面 但这个国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不管犯了什么罪 哪怕是死罪 只要有人代替去死 也可以豁免 另外一个就是 兽刑的人从刀上滚下来 如果不死的话也能免罪 山姆大喊 有人来替我受罚的吗 我愿意出十万两黄金 让他一家老小下半辈子都衣食无忧 山姆看着十几万的民众 却没有一个人敢吱声 随即山姆把黄金提到了二十万两 果然 重金追下还真有不怕死的 吓得一旁的父亲赶紧拉住他 但是男人是铁了心了 如果不死就发大财了 一辈子吃喝不愁 接着男人准备上刑场 士兵看见他走来 也放下了山姆头上的屠刀 这下山姆松了一口气 其实用这么长的大刀杀山姆 山姆一点也不冤 最终山姆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 这才让国王放了他一马 原来在一天前 山姆带领几百人登陆了这一座小岛 原来他们是出了名的海盗 此道之处无不让人闻风丧胆 但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帝国 虽然山姆和海盗们作战经验丰富 共是凭借几百人就杀了将军几千士兵 他们准齐划衣摆好阵法 面对将近三千人的攻击 山姆指挥有度 叫大家准备好弓箭以及镖枪 以一代劳 前面的人冲过来 镖枪就像雨点般射出 瞬间倒了一大片 后面的队伍吓得赶紧逃命 但是心想山姆才这点人 这样被打退岂不是太丢脸了 接着又掉头冲了过来 山姆立马准备好盾牌 将军的队伍被弄得人仰马翻 然后又被镖枪带走一波 但耐不住对方人多势众 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下 他们还是被突破了 万万没想到 近战的海岛军团更加凶猛 几百人愣是把几千人打得所剩无几 只留下几个士兵落花而逃 这一仗打得漂亮 山姆大获全胜 正当山姆高兴时 将军却调来了两万人马 看着黑压压的一片大山 他们没想到 这个帝国竟然那么强大 更倒霉的是 旁边的船已经搁浅 并且被凿破了几个大洞 根本无法撤离 旁边的鸡肉男孩想再刚一波 却被山姆一脚踢翻在地上 这不是要害死大家吗 几百人想对二万 你怕是没有睡醒 为了保命 山姆叫大家放下手中的武器 将军下令把众人全部绑住 接着将军一边抽打一边问道 指挥打仗的人是谁 几百人竟然干翻我三千人 而在这个帝国 男人和女人的比例是二十比一 女人也成了西武 所以他们中唯一的女生 不仅没有被绑 还和他配上了一匹马 这让本国的女人心生忌妒 她们被关在了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口价值连城的钟 她是所有人的梦想 包括帝国的国王 所有人都不知道她的位置 而那个女孩也并不是个普通人 她们生活在另一边的海岛上 她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她们也在寻找大中的下落 得到她就能获得巨大的财富 于是她们开始打造长船 训练士兵 出行的前一晚 国王为她们举行了出征仪式 她们喝得明丁大醉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 竟然不知道公主 已经偷偷藏在了船只的甲板下 原来公主得知自己的心爱之人在船上 于是趁所有人不注意 偷偷溜上了船 而有一个传说 去寻找金钟不能带女人 这意味着众人都会得到诅咒 于是就有人想要杀掉公主 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搭上全船人的性命 好在山姆出面及时制止 经过几天的行驶 所有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所震撼 但随即船就遭受到了海浪无情的拍打 船也因此搁浅 他们得知山姆找到了金钟的位置 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女王不惜牺牲美色引诱山姆 想让山姆说出金钟的位置 切 你当我什么人 岂能被你这小小的诱惑蒙蔽了双眼 山姆知道 一旦告诉他们 自己肯定活不了 就是他唯一的筹码 另一边的国王看上了公主的美貌 想要把他占为己有 公主的男朋友不想醉代毙 于是和一个肌肉男 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 他们找到国王的房间 一脚踹开 打破了国王的美貌 国王健壮拔下一旁的佩刀 还没来得及单挑呢 外面的士兵就已经赶来 小伙子就这样被抓了 为了救他们 山姆和国王做了一个交易 国王说 如果你带我们找到那口中 就放你们一马 否则的话 他们就得一辈子当奴隶 直到我找到金钟后 再把你们杀掉 无奈 为了自己的手下 山姆只好答应 想要去那个地方并不容易 普通的船只根本无法靠近 只有造出长船才可以 而这种船的制造技术 只有山姆他们会 于是便命令他们马不停蹄的开始造船 让他们不准休息 一旦被发现 就会被士兵鞭打 这一天 老人不小心顶到了监工的士兵 士兵二话不说就开始抽打 忍无可忍的老人决定反抗 他一把夺过士兵手上的刀 把他推了下去 其他人见中立马反抗 没想到被抓住了命运的咽喉 此时的将军出来调解 表示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 双方这才罢休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寻找宝中之旅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行驶 他们来到了一片迷雾丛林 随着海浪越来越大 众人只好抓住身旁的东西保持平衡 有了第一次经验 这一次他们非常顺利的渡过海浪去 成功登陆了小岛 大钟被人用石头包裹起来 几个人上去把石头敲击 金光闪闪的大钟出现在面前 国王下令将他带走 他们打算用铁链将他一点点的移动到船上 谁知道一个士兵脚底一滑 大钟瞬间不受控制的倒了下来 关键时刻 山姆将铁链缠绕在一旁的柱子上 但还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 在翻了800来圈之后 大钟掉到了海里 本以为会下沉 大钟竟然神奇的浮了起来 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他们又用木头造了一艘小的船 并把金钟放在上面 用大船拖着大钟慢慢回到了帝国 谁曾想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与掌声 而是刀剑 国王也没有遵守承诺放了他们 而是打算把他们全部处死 山姆看见沿途的士兵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女王见他们回来 便大喊着长船来了 突然一个男人抢过士兵的长矛 果断上去给了他一剑 原来在他们出去之时 另一边的国王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山姆 以及自己女儿的消息 于是派了大量的士兵出去寻找 恰好在这里找到了女儿的踪迹 于是集结部队直接把他们的家给偷了 由于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不在一个档次 他们很轻松的就攻下了这里 并劫持了所有人等待山姆的归来 眼看形势不妙双方立刻大打出手 此时的山姆也加入了战斗 战斗经验丰富的他们立马扭转了形势 最终不仅赢了这一场战斗 还拿下了大钟 影片至此结束 好了 我是冰糖 下期见 拜拜 拜拜